土耳焊台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焊台我用了好些年了 也一直是我的主力焊台 一直放在我这个维修桌上 主要的用的还是用它 除了需要在另外的地方去维修 或者要上门维修的话 就用一下别的焊台或者是电烙铁 很多网友在买这个焊台的时候 经常问我这个烙铁头怎么去选择 首先你选择什么烙铁头 是根据你做什么用 作为我来说 我最常用的就是这个K5.5 就是这个DOTO 5.5 现在我这个上面就装的是5.5 这个在做家电维修 或者修一般的主板 都是兼容性比较高的 然后这个K1.0的 这是前两个月才上市的 我给大家也拍过视频 这个主要是拆这种大焊点 因为它那头大嘛 它的热容量也高 然后拆这种逆变器的那种 IGBT的管子 它基本上一下可以烫到那三个银角 像这个话就窄一点 烫不到三个银角 这样拆起来就更轻松 其次就是这个弯尖头 这个弯尖头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用来飞线 有时候修业精屏飞那个线 或者说是这个板子上面 像我们有时候在线 读写这个EMMC的这个数据 我们现在这种万键头 在后面找几个点去飞线 它全部是这种0402的小元件 那么我们如果用这种 最常用的这个K5.5去焊接的话 就有点不怎么好焊 我就用这种尖的这种尖头烙铁去焊 因为它的这个烙铁头是比较尖的 在狭小的这个空间 或者是非常小的 焊点是比较好操作的 然后再焊一些芯片 像这种芯片 我举个例子 像这种芯片 这种这个银角 有时候用热红浆吹上去之后 有粘系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非常尖的这个尖头 去调一下或者去拖一下 然后这边还有两个 这种的马蹄头 这个是我刚买回来的 也还没开始用 为什么用这个 因为很早之前 知道我们那时候用那种 内热式的电烙铁 我给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这个做维修 至少要做个20年左右的 应该这种人应该知道 我们之前用的这种烙铁 就是这种 这种的一般都是马蹄头 后来用上这种焊台之后 就没有这种马蹄头了 所以说我专买了这个马蹄头 回来试一下看 然后它这个马蹄头 中间是带一定的凹槽的 据说在拖这种芯片 是比较好拖的 我找一个那种芯片 给大家看一下 是哪一种芯片 因为 应该是这种芯片 因为它中间 它有一个凹槽进去 这样拖的话 它对这个锡 就容易把它带出来 这两个蹄头 也买回来没多久 我还没有正式使用 然后这个大一点的 它的热容量也比较大 在焊接大焊点的话 也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说很多网友在买 这个焊台的时候 问我的烙铁头 首先你要是根据你自己的使用情况 没有说哪一种烙铁头都适合于 各种场合 那是不可能的 然后根据你的使用情况 比如说你经常跟我一样 修这些东西 所以说你配上一个K5.5 基本上就能试认一个70%到80%的这种空框 那么如果你想在其他方面 维修的更细致或者更轻松 可以配上这两个 一个弯间 一个1.0的 再根据你的使用习惯 你也可以配上这种马蹄头 所以说也是根据你的情况 然后他拖耳的场景 他这个烙铁头的型号 还有其他的 还有这种尖头的 还有一种一字头的 大家都可以认选 他这个烙铁头去适配 他这个烙铁头是适配 这个高端款的T12-X 对那款黑色T12-C的 低端款他也是同样适用的 所以这就是 对这个烙铁头 对大家的一个介绍 然后关于这个焊台的性能 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了 还给大家说一个东西 就是关于这个烙铁头 大家看我这个烙铁头 已经使用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旁边 看到没有都已经 已经在锈在氧化 但是 异软弹的人使用 有些网友买了这个焊台之后 说这个烙铁头容易坏 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 要么就是敲 这个东西是怕敲的 因为它里面是电热丝 它怕这样敲 特别是硬的东西上面 所以说我们敲的 一般都找个这种软的 这种纸盒子 这种透明胶里面 我们轻敲 不要太使劲 第二个就是什么 我们这个烙铁 你看 我们用时间长之后 这个上面就很多脏东西 脏东西之后 它插在上面 有时候它这个烙铁就不能休眠 你看我现在插在上面 它就不休眠 为什么呢 它这个休眠 是因为它 这个金属和这个金属 结束后 构成一个回路 这个焊台才休眠 那有时候就往上面一丢 它不休眠的话 就导致这个烙铁头 一直在那里烧 所以说这也会减少它的寿命 所以说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第一是要注意 清理这个位置 包括这个位置 你看我这已经用得很脏了 又要清理了 用个细沙子 把它打一下 这里也把它磨一下 然后呢 我们插的时候 尽量把它插到位 让它进入休眠 还有呢 有的它这个焊台 它是有这个休眠提示音的 我这是把它关了 因为老师滴滴滴 有时候耳朵很烦 所以说把它关了 特别是跟我一样 把这个功能关那里 这种网友 你一定要记得 把这个上面注意清洁 然后插到位 这样的话呢 可以延长到里头的使用寿命 因为我这有时候 一开就是一天 有时候忘记关店 晚上回来还开着 那如果是一直干扫的话 肯定是不耐用的 最后呢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马上双十一 有几个活动 大家看一下 这个焊台 它有几个套餐 第一是五只头 前200名还可以再送一只 也就是六只头 到手是899 大家可以算一下 这个价格 这个头呢 你卖是80块钱一只 六个头 680 然后呢 这个呢 虽然价格更贵 但是它呢 是根据性价比 这个呢 一共到手是11个头 然后呢 这个头的成本 按刚才的算法 这个零售价的话 就是 11乘以80 880块钱 比如说这个主机呢 相当于就200块钱 而且我刚才说了 这个烙铁头嘛 它有很多种类型啊 大家可以任意搭配 它这个套餐的烙铁头 并不是说指定 只能要哪一种啊 你可以任意选 11只 或者是6只 就是说你任意选 什么型号都可以 一样的两只 一样的一只 全部要一样的 都可以啊 这个是不受限制的 然后它这个烙铁头呢 是 基本上是没有质保的 因为这是一个耗材 主机呢 它是质保两年啊 这个双11的活动力度 还是比较大 大家有需要的啊 想一步到位的 还是可以去入手一台